一分钟搞懂WOS参考文献深度分析 Web of Science,简称WOS,是引文所引类的资料库 可以追溯一篇文章引用了哪些前人的文献 又能得知随后被哪些新文章所引用 WOS让我们可以像滚雪球般找到很多相关文献 但伤脑筋的是哪些文献值得先看呢? 有哪篇文章引用这篇的研究方法呢? WOS推出加值功能,将符合科学文章结构的文献加以分析 并以视觉化呈现 视觉化呈现图的X轴代表参考文献出现的文章段落 Y轴则是作者引用该文献的目的 每个原点代表一次引用 有落点可知出现的文章段落及引用的方式 例如这篇文章共引用42篇参考文献 背影参考文献深度分析 是针对这群文献所做的解析 可直接点选跳到分析图 滑鼠停在特定原点 就会显示参考文献提名 可检视内文提及次数 显示单笔参考文献出现的段落及引用目的 换个角度 若想知道后人如何引用这篇文章 请看依照分类引用项目 此处显示背景类的引用有12笔 点选分析数字 将显示引用文献清单及出现的章节及引用方式 有了这样的资讯 检索结果就能筛选具有参考文献深度分析的文章 也可以选择引用文献分类进行排序了